金元教父 張舟謀曾經說過 這個是物聯網 是科技產業 下一個next big thing 那麼這裡面應用出來的 就是車聯網 現在有最新 蜂巢式的車聯網 這裡面有哪些新的趨勢 張布希 讓我們一起來看 什麼叫做蜂巢式的車聯網 基本上車聯網來講 有目前兩種技術 第一種是所謂叫做 專用的短距離通訊 它基本上的概念 就像我們現在ETC 它其實是ETC在延伸 像我們在高速公路開ETC的時候 它其實已經跟我們有做 ETC的tag有做連結 它知道我們從哪邊上來 我們開得多遠 我們車子的資料這些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像 Wi-Fi的概念 所以它的晶片的供應商 其實就是傳統的 這些車用的晶片的供應商 另外一種技術 叫做所謂蜂巢式的車聯網 蜂巢式車聯網 其實這個蜂巢 其實就是指的是行動通訊 就是我們講的4G 5G OK 所以主推的晶片的供應商 就是我們講的行動通訊的這幾家公司 高通 華為這幾家公司 這兩種不同的技術 它其實應用的頻段 都大概在5.8 5.9GHz 這樣的一個範圍 在速度上來講 我們現在所預計4G 5G 就像我們現在在高鐵上 其實你已經可以講電話 已經可以有網路可以通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所謂在蜂巢式的車聯網 它可以應用的速度 它可以在比較高的速度 它一樣可以 高速也可以 它也是可以的 這裡比較大的差異是在這邊 在Wi-Fi的這樣的 所謂短距離的這樣的一個通訊 它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速度傳輸上來講 沒辦法很快 所以我們接下來 其實通訊之間 車子跟車子之間的通訊 越來越多 甚至還有影像的問題 這時候我就需要 所謂比較高的頻寬的 這樣的一個技術 最早在發展短距離通訊的時候 因為它其實時間比較早 所以相對技術比較成熟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建置成本比較高 我在路上 其實為了要有通訊 所以我一定要架設基地台 就像我們Wi-Fi的基地台一樣 如果今天我是跟所謂的 4G 5G的這樣的一個結合的話 我不用特別再去裝 這樣的一個基地台 所以我可以共用現在4G的 我的速度我們剛剛講 它也相對比較快 這個的缺點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5G最終的版本 最終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目前還沒完整定案 所以現在的廠商 基本上來講是先主推這個 規格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定案 對 還沒有百分之百定案 這等下 這個時間的問題而已 定案就可以做了 車輪網的部分來講 它可以應用 因為有些可能會說 我們現在車子 就像我自駕車已經都具有自己運算 自己看自己自動辨識這些功能 車輪網還可以做什麼 因為有些情況下 我看不到 譬如說 這個是在閘道 玩的這個閘道進來的時候 你如果前面的這個鏡頭 你根本看不到車 所以如果今天 車子跟車子之間可以溝通 我這邊有車進來了 所以它就知道 它可以叫它開慢一點 對 就彼此之間去溝通 到底以誰為優先 就像我們現在講的主幹道的優先 對 甚至它可以 假設這邊有行人 它可以做這樣的一個 距離上的一個部分 還有 所以遠距離 真的要技術成熟才可以推出 相對來講 問題有很多 車子的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都跟人命有關係 所以他們的認證都會相對嚴謹 相對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偵測的 盲區的偵測 它也可以做這樣子 車子跟車子之間的溝通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目前這兩種技術 以現在的廠商來看 它還是先主推 所謂的無限的方式 就是802.1P這樣的一個方式 它目前的溝通 包括可以車子對車子 車子跟車子之間彼此的溝通 或者是車子連上網路的 這件事情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 也有一些其他用路人 行人等等之間 這樣的一個溝通 還有我車子來講 我在開的這個過程裡面 前方紅綠燈已經 這個紅燈已經亮了 那我就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即時做這樣子 適當的一個控制 讓我們開車變得更輕鬆 會輕鬆很多 可是油車人不喜歡 他們喜歡這個 很有感覺 每一串都自己掌握 是 這個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目前現在廠商的技術 我們剛剛講的 所謂風潮式的這個部分 隨著我未來的技術規範 越來越確定 其實兩個的整合 車廠也不用特別想說 我要選哪一個規格 基本上它是兩種都有了 OK 好 謝謝我們張博士 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知道 最近晶片黃 還包括了上海超級工廠的成功 但是Tesla很厲害 這個年增率是來到68% 主要是因為超級工廠 GIGA的極佳定律 到底它是如何優化它的成本 我們看馬斯克 開心到還跳舞 真的 它主要是來說 因為現在超級工廠越來越多 我們先了解一下 這個Tesla到底有幾座的超級工廠 總共現在有的有六座 未來還有一座要誕生 所以加強應該是七座 第一個是內華達州的部分 這個工廠它主要生產電池 跟Model 3的車用零組件 再來就是紐約水牛城 水牛城它主要是做 這個太陽能屋頂發電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這個上海的Model 3的整車的製造 這也是一個超級工廠 然後再來是佛羅里蒙特 這個它主要是製造Model Y的整車製造 這個工廠的環境是最糟糕的 所有超級工廠裡面最糟糕的 有號稱所謂的帳篷工廠之稱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荷蘭也有一個 地鵝堡的部分 它是目前整個超級工廠裡面最小的 柏林工廠是最近才剛剛開始啟動 主要是以Model Y為主 柏林工廠這個面積大概是30個足球場那麼大 其實馬斯克心中最期待的是什麼 是這個奧斯丁工廠的部分 因為這個最大 這個大概又比這個大概 大的大概三倍左右 大概是90個足球場 而且它上面幾乎都用太陽能板 所以未來這個工廠如果正式啟動的話 整個特斯拉的產量會更極大化 超級工廠剛才也講到GIGA的部分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它的原意來講的話 它是度量單位就是數十億的意思 希臘語裡面它叫做什麼巨人的意思 所以馬斯克就是希望利用GIGA極佳定律 把所謂的生產極大化 因為一旦生產規模極大化之後成本就會降低 這是它的一個想法 整個超級工廠它是如何去運作 就是它場地夠大 所以它可以優化整個汽車製造 因為汽車製造裡面最耗成本應該是充 除了電池之外應該是充焊塗的部分 就是充壓焊接跟塗裝的部分 它已經把充焊塗這三個階段 各個環節90%以上都給它自動化 所以自動化生產之後 你能力的成本就會降低 那良率的部分也會提升 所以就會達到什麼生產規模最大化 以及成本降低的一個目的 然後全車它在製造過程當中 是採用所謂的全自動化的搬運 它比如說車子在我這個地方 裝到我輪子之後 然後運送到清潔那個地方 要裝這個車燈 它可能直接運過去對不對 那你可能到下一個地方 要安裝座椅的時候 一般工廠可能是搬到下一個地方 然後再開始做 可是這支空間會浪費這個時間 它的工廠可以達到什麼 縱橫向的一個快速應用 等於說它要裝這個椅座的話 直接怎麼樣 升到二樓去 就是整區搬運的一個時間 再來它整個超級工廠 還有一個節能的一個設計 據說它的水牛層 特斯拉太陽能板 累計的發電量 是所有超級工廠加起來的用電量 所以代表說整個超級工廠 雖然說很大 可是它的用電量很少 所以成本也會降低 所以超級工廠在運作下來 到底有多超級 產量有多超級 根據最新的報告顯示 柏林這個工廠 大概特斯拉一年的產量 大概可以達到50萬輛 2020年的時候 一個廠就可以貢獻一整年的 所以未來如果 奧斯丁工廠加進來的話 三倍大 所以這產量就更大了 所以馬斯克就很開心 因為我超級工廠完工了 所以等於說我接下來 整個產量的部分 可以快速的增長 對於大家 很多消費者來說 之前等不到車 現在車子可以拿到了 另外來看 Elon Musk真的是一個行銷天才 他們之前在推特上有沒有 一直在發文 還調性普丁 要跟他宣戰 那你說推特不公平 自己要成立社交平台 搞了半天鋪梗鋪了很久 他自己變成股東 又幫自己贏得 順便又可以賺到錢 他最新的PO文是說 我要開始做第三部計畫了 對 第三部計畫 其實跟剛剛超級工廠 是有點關聯性的 我們先回顧一下 他的三部計畫到底有什麼 第一部計畫就是說 把電動車變清明 因為一開始 特斯拉那個電動車很貴 一台大概六百多萬 可是他現在已經把特斯拉 這個汽車可以壓到 兩百萬以內 甚至未來Model 2 據說只要七十萬台幣 所以這一部來講 他已經達成了 再來第二部 他要做什麼 除能系統 剛剛看到水牛層的太陽能發電 其實他這個也達成了 再來電動卡車的部分 據說百事可樂的老闆 已經出來講了 聽說特斯拉的卡車 要準備交車了 所以這個看起來也是完成了 另外一個 在完全的自家系統 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還是有點危險 所以這一部來講的話 是還沒有完成 這個還沒完成的情況下 他已經發出了好語 就說我要完成第三部計畫 就是要讓人類全面拋棄石化燃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要擴大AI的應用 這個到底他在講什麼呢 我簡單來講 他旗下有三個很有趣的公司 這個Space 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 這家公司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Boring Company 無聊公司 真的很無聊 他的一個主要業務範圍就是說 要在這個地下室挖個隧道 然後讓特斯拉在上面行駛 這個發想是有一次 馬斯克他在塞車的時候 塞到有點生氣 他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挖個隧道 直接讓車來開 真的回去呢 他又真的成立這家公司 在這個裡面車速可以達到240公里 但是現在只挖了大概2.4公里的隧道而已 還不成氣 那如何讓人類加速脫離這個 所謂的石化燃料呢 他應該是以這個特斯拉的電動車為出發點 然後連結什麼 連結Space S的這個低軌道衛星 因為有了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怎麼樣做自動駕駛 剛剛慶琳姐講的 就是我希望可以達到自動駕駛 那就很方便了 那有可以自動駕駛之後呢 還要行駛的安全 所以再加上這個地下隧道的部分 這是他的一個狂想曲 那能否達成很難講 因為二部曲裡面他的完全自家還沒有辦法實現 所以這個呢先打一個問號 那第二個呢是大家比較期待的 因為據說今年下半年 這個人型機器人就要開始上市了 那這個人型機器人大概是173公分 56公斤 他的時速大概是8公里左右 那一般人正常行走大概4.5公里左右 所以他夠敏捷 那出來之後他可以做什麼工作 比如說危險性的工作 或者是重複性高的 或是比較重的東西 都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解決 所以間接也可以去解決什麼 能力方的問題 所以他才很開心的說 我即將要賣入所謂的第三個階段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OK 好 謝謝音樂 我們繼續來看看 馬斯克會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驚奇之旅 那麼TESLA的股價重回千元 有哪些相關的車電股可以來參考 我們先進文告馬上回來